大家在乘坐绿皮火车的时候 基本都见过火车轨道下面落着一层小石子 可是我们坐高铁的时候 这些小石子都消失不见了 这是为什么 这里是知识TNT 这些小石子名叫倒闸 它们不是在路边随便捡来的 每一个倒闸都是经过专门挑选 才被送到火车铁轨下 倒闸的尺寸 耐久性 形状 极配等方面的标准 国家都做了专门的规定 而且材质必须是特级花岗岩 想不到吧 看似普通的石头还藏着这么多的玄机 但是它们的作用配得上如此复杂的工序要求 火车行驶过程中 自身重量达到数百吨 对铁轨和枕木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根据压强公式 压强等于压力除以受力面积 受力面积越小 压力强度就越大 火车铺设的倒闸 可以看作是和铁轨枕木连为一体的受力面 如果没有倒闸作为支撑 分散受力面积 那么铁轨和枕木无法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几天就需要重新更换 有了倒闸就能减小铁轨和枕木受到的压力 并且延长铁轨和枕木的使用寿命 倒闸全部是不规则的小石子 每个石子之间具有缝隙 在铺设好之后 由于摩擦力较大 不容易滑动 行驶途中的火车将压力施加到这些小石子上 小石子之间相互摩擦 将压力分散开来 差不多每块石子之间的力都差不多 由于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这些小石子在压力的作用下 发生细微的形变 就像一个减震器一样 减少了火车的震动 这样火车在行驶过程中更安全 不容易发生脱轨事件 在乘坐过程中 车体不会发生晃动 做着更舒心 其次 火车行驶过程中 车轮摩擦轨道 会产生特别大的噪声以及一些热量 倒闸能很好的吸收噪声以及热量 给人们提供一个安静的乘坐环境 排水也是火车行驶中 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倒闸之间的空隙 使得雨水不会停留在轨道下面 它们会顺着倒闸缝隙 流到火车旁边的排水渠之中 铁轨和枕木就不会受到水的侵蚀 冬天也不会因为积水结冰 导致火车碾压异物 发生安全事故 此外 因为倒闸有空隙 无法留住水分 植物不能在倒闸上扎根生长 这样减少了火车正常行驶过程中 遇到障碍的概率 行驶安全再一次得到保证 火车铺设轨道的基本要求 是路面绝对平整 这样才能保证行驶安全 由于我国地形复杂的区域很多 并不能保证所有路段都是开阔平坦的 即使在平整的路段 又让轨道平直铺设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倒闸的出现 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一些山地 峡谷类地形中铺设倒闸 就能很容易找到一个水平面 并且铺设过程中 发现问题要更改也很容易 只需要添加 或者减少倒闸的铺设就可以 这样一个方便和安全的倒闸 就成了铺设铁路的必要条件 为什么火车轨道下面 会落着一层小石子 但高铁却没有 其中有什么奥秘 其实高铁和普通的火车设计理念不同 高铁属于常轨列车 行驶车厢是精密连接的 并且动力是分散式的 不像传统火车动力由车头车尾提供 这样就能保证高铁在行驶过程中相对稳定 不再需要倒闸提供稳定性 高铁由于行驶速度非常快 一般每小时行驶里程都超过了200千米 在行驶中会形成极大的压强 压强会带动气流 卷起轨道附近的小石子 这些石头会无规则的运动 一般都会砸到高铁上 具有极大的安全隐患 虽然高铁一般都分布在人烟稀少的地方 可是万一有什么人经过 正好被飞驰而来的石头给砸到 那就危险了 整幕固定在倒闸上面也是不平稳的 在列车低速行驶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速度一旦超过160千米每小时 倒闸在高速行驶的列车压迫下 会发生短暂且快速的浮动 倒闸变动连带着枕木和铁轨也会发生形变 在高速度的冲击下 可能导致列车拖轨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 从后期维修方面来说 倒闸也不利于高铁的铺设使用 由于倒闸的铺设并不是牢牢固定在地面的 在压力和震动下会导致倒闸向外移动 一段时间后轨道就会变得不平整 这时就需要检修 重新将它填充到合适的位置 不固定的枕木也容易造成损坏 需要及时修理 火车维修倒闸 枕木一般是铁路工人白天直接乘坐火车 到达需要维修的地方 修好后再乘坐另一班火车回去就行了 高铁则不一样 高铁主要承担的是客运功能 并且行驶速度快停靠非常的不方便 由于客流量大 白天一般不会进行维修工作 只能夜间进行维修 长期维修一方面单个行驶进程 另一方面无形中增加了工作量 你知道高铁是如何铺设轨道的吗? 实际上高铁轨道铺设采用了无道闸轨道的铺设 材料则是混凝土和沥青材料相结合 保证了轨道的稳定性和耐久性 以一个整体的基础 取代了道闸分散式不固定的道路基础 能更好的适应高速行驶的列车 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轨道铺设前 要先将无道闸地基的排水和行变参数设计好 因为路基稳定后就不会再轻易修改 所以一切都要以高标准来设计 这也保证了后续使用过程中基本不需要进行维修 而且高铁线路上铺设的轨道大都是500米以上长轨 并且轨距误差由道闸铁路的6毫米变为了1毫米 保证了行驶过程中的连贯性 稳定安全连贯的无道闸轨轨道就变成了新时代的需求 我国第一段无道闸轨轨道的实验是在2004年 提道部建设了第一条连接四川穗宁和重庆的无道闸轨轨道实验段 全长13.16公里 到了2007年1月10日 市运营第一条无道闸高速铁路 其运行时速超过230千米每小时 实验过程中列车行驶平稳 舒适级别达到了优级 但是无道闸铁路并不是完美的 由于没有道闸分散压力 无道闸路基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寿命比有道闸的铁路短一些 其次高标准造就了它昂贵的造价 前期投入的成本很多 维修起来要求的技术也很专业 无道闸轨轨道对修建线路也有很高的要求 一些地形无法铺设 只能绕道而行 而且在行驶过程中产生的造声比有道闸轨道更大 需要进行降噪处理 有困难代表着新的改进方向 一条条新的高铁线路开通 也代表着我国的高铁无道闸技术 朝着系统化 现代化 国际化发展 新的技术和方向必定会取代落后的产品 但是有道闸火车也不会完全退出历史的舞台 在很多地区还需要有道闸火车的运行 才能保障正常的交通出行 并且在货运方面 老式火车还具有很大的优势 这是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 我们下期再见